地灵四四夭张 英云赫尔梅斯大教堂 风天塔密室 泰弗伦望着对面的女巫 不由地叹了口气 梅恩大人真的没时间吗 当然 女巫捋了捋自己的金色卷发 不然她也不会派我 前来参与会议了 先自我介绍下 我叫伊莎贝拉 教皇缅下的纯洁者 泰弗伦大人 这 另外两位新晋主教 来自审判军的索利 达尔与仲裁廷的埃尔面面相去 他们虽然知道 教会豢养着一批秘密女巫 但没想到 对方也能参与如此高等级的会议 她是教皇的直属部下 其职位和主教相当 只是不在教会里 担任实际职务 泰弗伦无奈地解释道 另外 主教也能拥有自己的纯洁者 等到今年邪魔之月结束后 你们就可以挑选几名女巫 来培养了 原 原来是这样 索利瞪大了眼睛 那 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能力 这是最高机密 只有教皇缅下才知道 我们培养女巫做什么 埃尔看起来颇有些不满 万一被下面的信徒知道了 教会的声誉 说不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当然是协助你们 完成一些见不得光的任务啊 依莎贝拉挑了挑眉头 除此之外 还可以陪着睡觉 发泄怒气 或是玩点别的什么 花样 要知道 女巫的滋味 可不是普通女人能比你的 荒谬 嗨嗨 后了 泰弗伦咳嗽两声 埃尔大人 我说过 教皇的纯洁者 与主教评级 作为代理师 甚至可以视作缅下本人 你应该懂得最基本的礼貌 而依莎贝拉大人 也请你不要开这种过火的玩笑 他们不像我这种半只脚 踏入棺材的老人 气血上透了 会当真的 如你所愿 二人 依莎贝拉微笑道 哼 埃尔发出一声鼻音 不再理会对方 那么我们先来说正式吧 泰弗伦摸着胡子道 你们都有什么要汇报的吗 我不明白 梅恩缅下 为何忽然要求各地教会组织 把捕获的女巫押送回盛城 就算为了转化神罚军 我们付出的代价 也不小 埃尔率先 开口道 大概是对纯洁者的谦怒 他的语气颇为生硬 自从这道命令下达以来 我们一共抓获了三名女巫 但在秘密押送途中 有一人逃脱求龙 还杀死了所有押送者 至今我们仍未找到她的下落 没有带上铁项圈 索利问 不是所有教堂 都配备了最高级的审法之所 埃尔美好气道 为了这名女巫 我们损失了16名信徒 其中四人是预备审判武士 这样的事情再来几次 恐怕大家都会对抓捕女巫 心生畏惧之情 然而我们都知道 战斗型女巫 只是极少的一部分 大多数堕落者 都没有反抗能力 所以这种事情 必然不会太常见 伊莎贝拉语调轻松地说道 让你们每多带回来一个野女巫 就有可能为教会 新增两名神罚武士 哪个更重要 应该不用 我再多加赘述了吧 我同意伊莎贝拉大人的说法 索利点头道 现在赫尔梅斯防线的压力 与预俱增 我们急需更多神罚军 来对抗邪兽 因为神罚军在战场上的作用 足以顶上三四名审判武士 更别提预备军了 既然教皇免下 已经做出了决定 我们用心执行就好 泰弗伦转向索利 达尔 防线方面情况怎么样 十分吃力 普通混合种还好应付 难缠的就是地狱巨兽 每一次出现 都会有神罚武士受伤或牺牲 索利摇头道 预先埋射血粉 再引爆的方法是不错 但我们不能保证 它次次都会从血粉上方经过 这点免下也有考虑 伊莎贝拉直言道 她打算提前使用工程兽 那是什么 一种由纯洁者操控的工程器械 射昌 精度和威力都远超投石机 也是攻克狼心王国的杀手锏 纯洁者解释道 工程兽 原本就是用来对付魔鬼 和巨型邪兽的武器 既然地狱巨兽提前出现 它也该从树密区里拖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不从一开始就使用它 索利不解道 因为损耗 伊莎贝拉耸耸肩 我们无法建造新的 只能局部修补 那它又是从哪来的 埃尔咒没问 这是机密 你无权知晓 你 在密室里出现一片沉默 太夫人拍手打破寂静道 好了 既然你们带来的都是坏消息 我就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吧 狼心王国除了少数几个城市 仍在抵抗外 其余地方的贵族 已经投靠了我们 就像永东王国的那帮墙头草一样 加入教会的信徒也越来越多 等到明年夏天 圣城的各项资源收入都将翻上一番 审判军的规模也同样如此 另外 陈夕王国也因为大肆驱赶信徒 而引发了暴动 我的人手正在暗中协助 他们对抗镇压的贵族 不仅能坚持到协约结束 总算听到个正面消息 埃尔吐出口白气 刚才我还以为教会要完蛋了呢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索利瞪了他一眼 我们不是正按照计划稳步前进吗 干得不错 依莎贝拉赞许地点点头 接着目光依次扫过三人 既然你们都说完了 我就来交代下 教皇缅下的新旨意吧 三位大主教立刻将目光 投向了纯结者 缅下要求 对明年的进攻方向做出调整 优先攻占辉宝 而陈夕排在最后 什么 索利 达尔正了正 可是之前所有的方案 都是针对陈夕王国制定的 物资和补给调动也是如此 如果现在更改计划 初期日期恐怕会大幅延后 这个顺序不是 奥伯莱恩大人在位时就计划好的吗 为何现在要进行变动 埃尔也大为奇怪道 两个王国迟早都会覆灭 有必要讲究谁先谁后吗 太夫人没有出声 当梅恩缅下 要求他 派遣纯结者前往徽宝 针对西境进行布局时 他就预感到了这一变化 缅下的意图 不在于徽宝王兜 而是那块边境之地 等到两人停止议论 他才沉生道 我对这个旨意本身没有意见 但他确实牵扯甚多 在实施前 我想见一见梅恩缅下 不知你能否替我转告 不用如此麻烦 依莎贝拉扬起嘴角 缅下正好也想见见你 10442章 神的微笑顺着地底的天坑石阶 一步步向下 太夫人感到了莫名的寒意 在这幽静深邃的教堂底部 隐藏着教会最核心的机密 赫尔梅斯机关 他还是第一次涉足此地 梅恩缅下 真的让我来这里见他 按照惯例 大主教中 只有被视作教皇接班人的那一位 才有资格进入疏密机关 而他年岁已高 不可能在接任梅恩的位置 一位教会效力了这么多年 又一起共事过 缅下对你十分信任 依莎贝拉笑道 而且过去的规矩 并不适合即将到来的战争 神意不应该被掩埋在底下 他需要昭示给所有迷惘的信徒 带领我们一起迎接最终的挑战 这是缅下的意思 没错 他柔声道 进入机关后 两名审判军赢了上来 主教大人 缅下正在主持摩石试验 如果你有携带神法之时的话 请将他交给我 泰弗伦点点头 将一串神石项链交给对方 缅下就在这儿 请跟我来 依莎贝拉拐进一条长长的通道 挥开了镜头的铁门 随着刺耳的吱压声 泰弗伦看到了另一名 蒙着面的纯洁者 他就像幽灵一般堵在门后 包裹全身的黑纱下面 若隐若现能看到白皙的肌肤 似乎除了这件薄纱外 他身上再无寸缕 最引人注目的是女巫的眼睛 和常人的瞳孔不同 他的眼珠呈现出无光的银灰色 里面犹如有一团漩涡在转动 看得久了 仿佛自己都要被吸进去一般 泰弗伦下意识地低下头 这一时他才注意到 对方竟没有穿鞋子 而是双足赤裸 匀衬的脚趾上 各覆盖有一点鲜红 主教脑中不由地想起了女巫的滋味 可不是普通女人能比拟的那句话 见鬼 这群女巫都是妖精吗 纤细的双脚 很快挪开了位置 耳边传来依莎贝拉的提醒 大人 嗨嗨 泰弗伦收拢心思 走入屋内 房间不大 四壁上悬挂的松枝火把 正旺盛地燃烧着 他却没有闻到熟悉的甜蜜香味 四名纯洁者围坐在一张石桌前 摆弄着一堆晶莹剔透的石头 而石桌旁站着的 便是现任教皇 梅恩免下 泰弗伦正准备跪拜行礼 手臂已被梅恩扶住了 这里没有外人 不必讲究这些虚理 还微笑道 我们可是老熟人了 泰弗伦大人 才两个月没见 梅恩的额头上 就已经多了几道皱纹 巴尖也冒出了几根银丝 只是语气依然和以往一样熟络 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您这样可不行 泰弗伦顿时觉得 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就算没有其他信徒 教会的秩序也必须遵守 而我说的话就是秩序 教皇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不谈这个了 上面的情况还好吗 原本我打算让依莎贝拉 转达你们的消息 既然你来了 就跟我说说吧 是 勉下 泰弗伦点头道 讲述完教会的近况后 他谈到了依莎贝拉 最后提到的命令 现在我们着手准备的资源 都是针对陈希王国 重新调动的话 恐怕要花费不少功夫 为何您突然决定 要先进攻徽宝 我把你召来的原因 主要也是因为 这个 梅恩叹了口气 徽宝如今已有衰落之下 真亡令和狂化丸 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而陈希王国更是内乱四起 他们的覆灭是迟早的事 因此 谁先谁后 并没有太多区别 我也这么认为 但 徽宝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对手 使我决定调整进攻方案的理由 主要有两个 教皇背着手 缓缓说道 一点跟你担心的原因基本一致 徽宝王国地域最广 资源最为丰富 既是庞大的敌人 也同样意味着高额的回报 如果能早日转化成教会领地 带来的收益 要比占领陈希大得多 如果还有十年时间 我必然会按照奥伯莱恩大人 定下的方案执行下去 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地狱巨兽的出现 意味着红月现实 可能比圣书中提到的 日期的要紧得多 在这种时候 冒一些风险 付出更多牺牲是值得的 泰弗伦微微点头 这个理由确实很充分 但问题是 吴大象梅恩的作风 那么您的第二个理由是 西晋的罗兰 温布顿 教皇斩钉截铁的说道 您是说 挥宝的四王子 他不由的遗症 综合最近一年的情报 我发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事情 梅恩拍了拍主教的肩膀 无论是教会针对他的行动 还是挥宝王国针 对他的行动 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最初的失败 可以追溯至西晋公爵 对他领地发起的进攻 那时候 罗兰拥有什么 一座破败的小镇而已 外人以为他是 投靠魔鬼 才击败了公爵的骑士团 可我们都知道 除开超凡者外 一两个女巫 对全副武装 且配备神罚之时的骑士 秘信里提到 新王提费科 曾派出近两千人的 狂化军队进攻西晋 然而一个照面就败下阵来 这意味着什么 泰弗伦忍不住吸了口凉气 两千狂化军 就算是在赫尔梅斯 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如果把消息分开来看 或许还不会发觉什么 但整合在一起 就十分惊人了 罗兰 温布顿 还没有在一场战争中 失利过 教皇沉生道 而且从情报中可以看出 他的力量增长速度快得惊人 并且有了向外开拓的趋势 如果再拖上一年 整个辉宝说不定 都会落入他的手中 那时候想要吞并 这块广袤的土地 付出的代价 恐怕比现在要大得多 他顿了顿 望向太夫伦 机关中需要处理的事情繁多 我无暇顾及教会上层的 运转和扩张 这些只能托付给你去实施了 大主教离开后 房间的模样 也跟着发生了改变 墙壁上的火把消失了 研究魔石的纯洁者和石桌 也不见了踪影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魏宝四王子 原来是个这么有趣的人 伊莎贝拉扎嘴道 为何我觉得她比教会 更有希望击败魔鬼 这话是什么意思 黑莎女子皱眉道 你想要背叛教会 背叛 别说的那么难听 伊莎贝拉耸奸道 教会成立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保证 人类能在神异之战中 存活下来吗 如果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 我可不介意 效力的对象是谁 你不用争了 杰罗制止道 伊莎贝拉没有说错 所谓的神异之战 只有最终获胜的人 才是神的宠 他面无表情地望向两人 至于神明慧 对谁微笑 是联合慧 还是一名徽宝王子 我想这场战争 会给我们答 第0443章 暗流徽宝西境 长歌要塞以北 希尔特爵士 坐在壁如边 神情严肃 昨天傍晚 米索 希尔特离开府邸后 就没了音讯 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没回来 他心里隐隐 有了些不好的预感 最近米索 和西境几大家族 走得非常接近 而代管要塞的 金银花家族 也放出了风声 称殿下打算整合西境 届时各个领地 都将采用同一种律法 同时收回大贵族的 分封权利 这意味着 他们无法扩充 自己的下级贵族 也无法招揽骑士 为自己作战 至于像希尔特 这样的小贵族来说 则没有多大影响 甚至还会有不少好处 毕竟放出来的风声里 只要一心效忠 王子殿下的 都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所以这种时候 小贵族反而成了 最安稳的一批 无论殿下的改革方案 是成功还是失败 他们都能接受 因此 静观旗便是最聪明的做法 可弥索 希尔特偏偏不这么认为 主人 出去寻找二少爷的侍从回来了 管家推开绝世的书房门说道 怎么样 找到他了吗 没有 管家摇了摇头 要塞的酒馆 补场 剧院和妓院都找过了一遍 但仍没有发现少爷的踪迹 希尔特爵士有些焦急起来 派出去寻找弥索的人 分为两批 一批 去了附近的小贵族领地 他们大多人都是 莱恩公爵分丰的骑士 意味 跟自家相当 因此 弥索常会去这些领地 参加一些聚会晚宴什么的 第二批 则是要塞城中的娱乐场所 那也是年轻贵族爱去的地方 见到两批人都空手而归 爵士心理不好的预感 越来越浓烈了 他起身走到窗边 望向领地 东方 顺着这个方向 横穿两个爵士领后 就是麋鹿家族的地盘 也是西晋最大的伯爵领地 自从莱恩公爵覆面 金银花家的裴罗 彻底倒向四王子后 麋鹿家 也就隐约成了 对抗王子势力的牵头人 见鬼 米索该不会去了那里吧 主人 二少爷回来了 忽然一名侍从跑进书房 他正在大厅换衣服 似乎马上又打算出去 什么 爵士立即抄起身边的拐杖 不顾管家的劝阻 快步朝楼下走去 刚踏进大厅 希尔特顿时感到脑中嗡的一声 只见米索脱下厚厚的外套 换穿上了单薄的软皮衣 在他身前 摆放着一套闪亮的骑士甲 两名护从正在忙前忙后 准备着甲昼最后的穿戴工作 你昨天去了哪里 老爵士忍不住大吼道 现在又要去做什么 父亲 我们的机会来了 米索兴奋地说道 从最底层的骑士 晋升为男爵 甚至是子爵的机会 希尔特感到心里血气上涌 谁跟你这么说的 雅克 梅德大人 他带来了国王陛下的密令 完了 希尔特情不自禁地倒退两步 一颗星沉到了底 雅克 梅德正是麋鹿家的长子 更别提还牵扯到了新王替菲科 谁都知道 后者最想要铲除的敌人 恐怕就是指掌西晋的罗兰 温不顿了 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而且似乎比他想象的要更严重 你到底都听到了些什么 梅德大人 把西晋大部分贵族 都召集到了他的城堡里 并公布了陛下的亲笔文书 里面写着只要为他夺下长歌要塞 所有人的爵位和领地都将晋升一级 米索似乎仍然沉浸在当时盛大的场面中 野强威家的密令尔女士 枫叶家的卡文大人 笨狼家的雷米诺亚大人 都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手印 宣誓为陛下效力 其余贵族和骑士们也都决心跟随四大家族 解除金花家对要塞的统治 简直愚蠢 四大家族怎么可能因为一纸文书 就当场做出决定 绝世暗自哀叹 难道你忘了莱恩公爵 还是西京守护的时候 这群人对温布顿三世的旨意 都是敷衍了事的吗 什么时候 他们就转了性子 变得如此 忠诚了 答案只有一个 这是场彻头彻尾的戏剧 为的就是让参与集会的小贵族们 对大好局面深信不疑 鼓动他们成为这场暗流的先锋军 而具体的谋划 很可能从数月前就已经开始 谈到 现在四大家只怕连胜利后的利益划分 都已经确定妥当了 希尔特张了张嘴 却没能把这番想法说出来 迷索 希尔特不是长子菲林 有些劝阻对于他来说 根本不起作用 你穿上这身盔甲 是要往哪里去 老爵士沉默了片刻 才开口道 去赢得荣誉和地位 迷索套上金刚打造的胸甲 扶小成光 就算成为了西境第一骑士 荣耀的也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而我荣耀的 整个家族 父亲 等到事情尘埃落定 明会发现 我一点也不比哥哥差 如果提费科能彻底击溃罗兰 你说的倒也没错 可新王的军队仍远在王都 罗兰殿下 却近在咫尺啊 你难道忘了莱安公爵 是怎么负面的吗 希尔特沉声道 这一次不一样了 国王陛下运来了一批血粉 武器 和四王子此前使用的一样 听梅德大人说 更强大的还在后面 没有了武器上的优势 罗兰还能再次夺回长哥 要塞不成 弥索将长剑别在腰间 向父亲点头行礼 战斗很快会开始 请在这里等待我的好消息吧 望着二儿子离去的背影 希尔特将拐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主人 您 不拦下他吗 管家走上来 扶住浑身颤抖的老爵士 担忧地问道 拦下他是容易 可这样一来 家族恐怕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 他缓缓摇头道 一个出席了谋反 会议的贵族 却没有按约定 前往进攻地点集合 这对四大家来说 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脱逃 还是倒戈之罪 都能置希尔特一家 于死地 往好的方面想 万一是四大家族赢了呢 管家安慰道 毕竟邪魔之月 不会这么快结束 等到雪化时 恐怕都到两三个月后了 当四王子的军队赶到时 指不定国王的大军 已经将西境团团包围 如果是以前 说不定自己真会这么想 但自从去过边陲镇一趟后 爵士便对罗兰殿下 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更别提自己的长子菲林 希尔特和家族恩人艾克沙大人 都住在边陲镇 他望向管家 立声吩咐道 你现在立刻动身前往边陲镇 将这个消息告诉给罗兰 殿下 如果城门已经封闭 你就去郊外码头 寻找杜夫或渔民 重金雇佣也好 威逼利诱也行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消息带到殿下耳边 10444章 反馈 然而管家还未离开 希尔特家族的地界 罗兰就已经收到了 来自要塞第二军的飞鸟传书 半个时辰之后 裴罗的求援信 也跟着抵达了小镇城堡 由于飞行信使所携带的信息有限 他将两张纸条的内容连在一起 才确认了一个令人诧异的消息 西晋四大家居然反了 到底谁给他们的自信 敢敢在自己眼皮底下谋反了 罗兰立刻招来了卡特和铁府 将纸条拍在他们面前 殿下 这是从要塞传来的消息 他颇为恼火地说道 冬季已经接近尾声 三天之后便是新春 电程事宜繁多 不说 镇子里的三通设备 也需要他指导着完成 这群贵族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根据密信汇报 先是城内贵族带领一帮护从 突袭了守城士兵 等到在城墙上巡逻的队员 发现不对劲时 北城门吊桥的起落机关 已经落入了贵族的掌控中 他们只得点燃风火 依托城墙在原地固守 而观察到风火信号的第二军其他队员 则按照紧急应对章程 将留守营区的十个小组 约五十人分成两队 一队向北城门进发 一队赶赴要塞城堡 培罗的密信正是第二支队伍 在城堡区与敌人交火后才发出来的 也直到此时 他们才弄明白了 自己遭遇的敌人是当地贵族 培罗 赫尔蒙提到 围攻城堡的袭击者 举着四大家族的旗帜 他们对这场叛乱 肯定是早有预谋 卡特看完纸条后皱眉道 而且能让这帮散沙抱成一团 贵族们应该是有了新的主心骨 的确 四大家族 或者说 莱恩公爵之下的五大家 都是平起平坐的大贵族 能让他们放下成见 互相合作 十有八九 是有更大的势力 绞入了这场浑水之中 否则就靠几位伯爵 谁也不负谁的尽头 争上十几年 也不一定会有结果 而在这个时候 还有闲心插手西径的 也只剩下那么一两个 可能了 你的意思是 王都的提废科 铁斧望向首席骑士 作为墨金族杀民 他对辉宝的政治局势 远没有卡特那般敏感 如果是教会我也不意外 罗兰撇撇嘴 从他们在坠龙岭的 所作所为 就可以看出 对西径下手 不过是迟早的事 问题是 第二封信里提到 敌人的队伍里 似乎出现了火气 卡特咒没到 他们已经知道 火药的配方了 血粉对于教会 和提废科来说 都已不是秘密 但想要灵活运用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王子轻轻敲了敲桌子 我只是奇怪 他们就算有 背后势力的支持 可原水救不了近火 离耀塞最近的 还是边垂阵 他们到底是哪来的 自信能对抗 第一军战士的 大概是因为 邪魔之乐吧 铁府思索了片刻后达到 上一次 您虽然使用雷霆手段 击败了公爵的骑士团 但并没有表现出 卓绝的攻城能力 现在道路被大雪封闭 加上边境 还有携受侵袭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谋反成功的 最好保证 您至少要到两个月之后 才有余力进攻 长歌要塞 然后被高耸的城墙 和火枪所阻挡 没错 铁府忍不住咧嘴刀 您拥有的武器 他们也拥有 加上高不可攀的城墙 甚至是背后势力的援军 会常不能 将您击败于城墙脚下 我觉得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 他们对边垂阵 拥有的力量 一无所知 罗兰站起身 铁府 请下令 殿下 他顿实力正道 第一军 现在进入出征准备 状态 明天一早就出发 王子大声道 人数五百 携带六门野战炮 具体出征队伍 有你安排 是 铁府行了个标准的军力 如今小镇第一军的规模 比最初的五百名兵队 扩大了四倍 有余 全军拥有两千两百多人 转轮步枪 基本换装到位 输出火力 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得益于 士兵文化水平的提高 第一军对指令的执行效率 也大幅提升 只要发布准备命令后 军队中 就会有专人 根据作战人数和天数 调配弹药和口粮 五百人规模的后勤工作 差不多一天时间就能完成 对比半个月 才能做好出征准备的 骑士和佣兵团 这已称得上 是不可思议的速度了 而他们将搭乘小镇 十一艘名轮船出发 直抵要塞城内 进入批量生产后 以钢筋混凝土 作为底子的船只 每五天就有一艘下水 这还是在刻意减缓 建造速度的情况下 限制它数量的 仅仅在于 船员和蒸汽机 卡特 请您吩咐 殿下 首席骑士昂首道 你留守边垂震 骑士的嘴角瞬间垂了 下来 十 什么 不 殿下 您怎么能又把我留下 现在可是邪魔之约 邪兽的威胁 比那些贵族更大 罗兰不为所动道 好好看守我的小镇 等两人退下后 他叹了口气 这一次 女巫也笑后同行 到哪里我都跟着你 叶鹰微笑道 考虑到对手 有可能是教会 在第一军全员装备 审法之时前 只有女巫 才能有效应对 纯洁者的偷袭 罗兰最终将名单 定在了闪电 麦西 希尔维 纳纳瓦 莉莉和叶鹰六人身上 如果再加上 沉睡倒的三名战斗女巫 纯洁者 也很难威胁到自己 罗兰走到窗边 望向窗外 白矮矮的群山和雪原 如果把绝境山脉 看成是要塞城墙的话 那么山脉以北的蛮荒地 则相当于四大家族的地盘 也是自己的力量 无法辐射之地 迷路 野薔薇 枫叶 恩郎 他们在各自的领地上 经营了百年之久 形成了独有的律法和习俗 就算是西境霸主莱恩一族 也很少干涉其中 他原本打算建成之后 再慢慢分化 吸收这些贵族领地 但此次叛乱 却给了他一个契机 一个能一口气吞并 要塞郊外广阔土地和人口的机会 他不打算再放过这群贵族 第零四四五章 进击天罡微量 卡库西姆就来到了码头 与平日里不同的是 码头边已沾满了沉默的人群 他们背负着背包和长枪 如同一片矗离在风雪中的密林 尽管人数众多 现场的秩序却十分井然 士兵们一个挨着一个登上名轮船 光是这份架势 就让他感到了无言的力量 卡库西姆不由得咽了口口水 这便是王子殿下的战士 真是不可思议 老人想 年轻的时候 他曾闯荡过大半个汇宝 从海风峻到碧水港 还率领着商船队 前往过峡湾海岛 目睹过耀武扬威的铁甲 骑士 也见识过能空手搏杀 野兽的凶悍蛮子 那些人对他来说 无疑都是极为强大的勇武者 可他没想到 如今在一群普通人面前 自己再次感受到了这股强大 而且更胜以往 没错 这些人都是普通人 卡库西姆来到边陲镇 差不多已有四个月 对小镇的了解寓意加深 他知道 第一军成员 基本挑选自本地的原住民 他们加入军队时 大多都已成年 之前的职业五花八门 有矿工 有猎户 还有卢妖宫 和尼瓦宫 但就是没有战士 换句话说 他们根本没有从小 接受战斗训练的经历 然而仅仅几个月时间 这些人就 已经拥有了不须于 任何骑士团的气势 王子殿下 到底是施展了什么样的魔法 你 真的要去 身后传来 韦德刻意压低的声音 听得出来 他也被这支沉默的队伍感染到了 不然我干嘛要应聘船长之位 卡库西姆 深深吸了口气 可他们是去打仗 他们都是 在为殿下笑吏 老人头也不回地说道 而我也是 后面的声音 沉默了片刻 可别死在外面了 他没有再回答 而是摆了摆手 顶着飘雪 卡库西姆 登上了第六号名轮船 按照船统 船长 可以为自己的船只命名 尽管这艘古怪的轮船 属于王子殿下 但他仍被告知 自己拥有这个权利 只不过老人迟迟没有下定决心 这是他告别航海 十余年后 再一次担任船长之位 他希望自己能想出一个 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 老大 您来了 走进船首的舱室 自己的副手立刻迎了上来 现在锅炉正在预热 我保证他 很快就能转起来 这名小伙子叫苏鱼 来自南静 曾有过数年出海捕鱼的经历 若在其他船队 他连水手 都不一定能当得上 但在这儿没差 所有人都是 新手 船员都到齐了吗 早就到了 您是最后一个 对方 挤了几眼睛 你如果不懂得 该如何尊敬一名船长 我会很乐意 让你去擦上一整天的甲板 哦 尊敬的船长先生 小伙子顿时占的笔直 我当然懂 这才像话 卡库西姆摸着胡子道 通知锅炉房 让他们 把火再烧得旺一点 但不要把那该死的 蒸汽阀门给合上了 我可不想再撞到 前面船只的屁股 好练 知道了 一句话没完 苏鱼又圆形毕露 他朝老人眨扮了下眼睛 接着飞身跑出了驾驶舱 这混小子 卡库西姆笑着摇了摇头 一君带来的严肃气氛 被冲淡不少 他仿佛又回到了 在海上驰骋的日子 走到舵轮边 老人轻轻抹扎着木质的轮柄 开始沉下心来 回顾明轮船的操作流程 殿下发明的石头船 和风帆船 截然不同 他没有桅杆 也没有位于甲板下的舱室 只在船头和船身中部 设有两处房间 前面的 被称为驾驶室 被透过两扇大窗户 清楚地看到航线情况 中间的是锅炉房 船只的动力 就来自于那里 驾驶室的后部和尾部 则是光秃秃的甲板 训练时 他们常会带上一些矿工 顺着赤水和西行 去迷藏森林的边缘地带 挖些煤炭回来 这东西比木柴要耐烧 在海风郡 也是比较常见的取暖物 而现在 甲板四周都拉起了遮风布 头顶上也搭起了棚子 显然是为乘船士兵而准备的 虽然以前从未接触过这种新玩意 但卡库西姆 很快在训练中发现 想要让他动起来 并不困难 甚至比帆船要容易得多 光是不需要根据风向和风力 调整帆布这一点 就节约了大量人手和时间 随便一个村民 都能把锅炉烧得旺旺的 可没个半年时间 想要掌握爬干操帆 是件不可能的事 只要烟囱喷出白气 合上伐门船就会走 就在此时 一阵沉闷的汽笛声 从前方传来 打破了边陲镇清晨的宁静 这是启程的信号 老大 炉子里的水已经沸腾了 苏鱼又窜回了驾驶室 拉铃铛 通知大脚和灰熊合闸 航速 前进一 卡库西姆 庄重地说出指令 是 前进一 苏鱼 拉扯起墙壁上 一根细长的铁丝 顺着这根丝线 拨炉房中相应的铃铛 会发出阵战 以传达来自船长的命令 船身猛地晃动了一下 两侧的木轮缓缓转动起来 卡库西姆握住舵轮 直视前方 当维德问出那个问题时 他并没有说出 心底真正的想法 或者说 为领主效力 仅是答案的一小部分 他更多的只是单纯喜欢船长 这个职务罢了 不管是风帆船 还是蒸汽名轮船 当手握舵轮 在水面上尘风破浪时 卡库西姆便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这才是 他想要的生活 八番 不对 继续加煤 老人向右转舵 包喊道 小伙子们抓紧了 我们要出发了 只要你能把我送到边陲镇 希尔特家 必有重金酬谢 五枚 不 十枚金龙怎么样 管家堵在河畔旁的 一间小木屋门口 朝左右为难的船夫问道 他的左脚卡在门缝处 免得对方直接合上破旧的门板 将自己拒之在外 大 大人 不是我不愿意送您 而是真的办不到啊 船夫结结巴巴地说道 您 您看 我的船只有个光底 连个挡雪的棚子都没有 平时用来渡河还好 可您说要前往边陲镇 那可是好几天的功夫 不说 我用撑膏能不能赶到 晚上冰天雪地的 我们睡 睡哪里啊 您要说睡船上 一整夜 还不得给冻成两条冰棍了 这附近 还有其他 能去边陲镇的船夫吗 管家不死心地问 没有了 没有了 对方连连白手道 我们都只是些小船 只有药 药塞里 才有能过夜的大帆船 您还是去那里找吧 多苦来郊外码头 找这些以打鱼 和百度为生的船夫 管家 狠狠地踩了一脚地上的鸡血 自从四大家 开始进攻要塞后 各个城门 已经全部封闭 自己花费 半天时间 才绕过要塞来到这里 只可惜找到现在 依然徒劳无功 眼看着天 就要黑下来了 这样要如何 才能完成主人交代的任务 管家面带苦涩的望向 赤水河 但很快 他便愣在原地 天哪 那是什么东西 他揉了揉眼睛 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一支极为庞大的船队 正朝自己方向驶来 船之模样 和他所见过的 帆船都不相同 在漫天飞雪中 船队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沿着河道快速前进 灰色的船身上方 明明没有风帆 却在逆风而行 剑手将水面结成两段 竟如同 披波斩浪一般 手剑的旗帜 迎风飘扬 上面绣着的高塔 长枪加灰 历历在目 管家不由地屏住了呼吸 这是罗兰 温布顿殿下的船队 第零四十六章 天降巨兽长歌要塞 坐落在赤水河之流之上 整个城市被河流一分为二 居民大多住在西岸 而东岸则是紧凑的农田 和其他大城市 将农田设置在郊外 不同 要塞高耸的城墙 把居民区和部分农田 都包裹在内 与其说是为了抵御携手 倒不如说是出于防备 同类进攻而考虑的 即使城池被敌人层层包围 要塞也不至于断了补给 正因为如此 长歌要塞的外墙 在河道入城处 形成了断口 树道手臂粗的阻拦锁 悬挂在两段城墙之间 各敌人打算 依托赤水河进攻要塞 只要斩断麻绳 铁锁便会滑入河水中 不过西境内陆 很少有被船队攻击过的情况 因此 击到铁锁 几乎从未启用过 这一次也不例外 罗兰的船队 一路风驰电撤 到日暮时分 已经看到了 要塞城墙的轮廓 风烟仍然飘荡在城市上方 也渐渐转岸的天空 添加了几分墨色 敌人主要集中在 领主城堡区域 北门城墙 还留有一小部分民兵 在和城头的卫兵缠斗 不过看样子 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闪电早已将城内的战况 侦查清楚 详细地向王子汇报道 围攻城堡的人数 大约在200人左右 第一层已经失守 对方的确有类似火枪的武器 但和我们用的又完全不一样 裴罗没事吧 罗兰目前最关心的是 这位代理人的安危 他还好 只是受了点惊吓 不过 不过什么 他的家人糟了样 闪电撇嘴道 大概裴罗大人 事先收到了风声 将父亲招进了城堡 可其余待在领地里的亲人 包括伯爵夫人 都被那些贵族 当作逼迫他投降的人质 一个个处死了 小姑娘顿了顿 我找机会飞进城堡 和他见了一面 告诉对方 您马上赶到的消息 他只向我说了一个 请求 罗兰点点头 你说 血债血偿 贵族间有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 很少对拥有爵位的人下死守 作为金银花伯爵的亲人 大多都有着爵士头衔 但现在四大家 居然敢彻底撕破脸皮 除开 对金银花投靠 罗兰赚取大量利益的憎恨外 另一点 恐怕便是背后的势力所为了 罗兰现在 已基本能确认 对方背后站着的 应该就是新王提废科 温不顿 协助教会杀戮贵族 和帮助国王处决叛逆者 其性质完全是两码事 他望向要塞方向 冷声道 传我命连 全军直入城内 占领码头 艾特听到城墙下方 又响起了脚步 他麻木地举起碎发枪 对准脚底下黑油油的洞口 这里是从城墙内部 登上墙头的唯一通道 敌人夺取城门后 发起了好几波进攻 暗中没能拿下北段城墙 战斗 从昨天中午一直持续到现在 他从来没想到 自己可以在凛类的寒风中 坚持如此长的时间 只是看到前来支援的队友 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时 他的脑袋里 就再也无法思考其他事情 他们又来了 旁边多伸出了一杆长枪 艾特朝身侧望了一眼 发现来人正是自己的小队长佟山 我听到动静了 他有气无力地应了声 不过现在天黑成这样 看不清楚有多少人 他们同样也不知道 我们还有多少人 佟山安慰道 那还有多少 佟山犹豫了下 五个 刚才乌鸦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们大多都活不过今晚 艾特苦涩地说 从最开始的惧怕和慌乱 再到现在的麻木 他总算理解了教官那句 只有经历过真正战斗 才能让你快速成熟的寒意 不过这并不能给困境带来什么改变 聚集在一起的三支小队 如今只剩下最后五人 即使敌人没有攻上城头 缺乏食物和预寒物资的 他们也会被活活冻死在上面 现在投降还有用吗 投降 佟山哼了一声 你没听到他们是怎么喊的 剿灭叛逆 就算投降也只有死路一条 还不如在这里多杀他们几个 艾特知道队长说的没错 昨天赶来支援的第二军战士里 有不少人是被抓住后砍掉的脑袋 他们不是贵族 自然没有留着换取赎金的价值 只是他不甘心死在这里啊 教官向他描述过边陲镇的种种美好 还允诺只要等到邪魔之月结束 第二军中表现优良的士兵 就能升任到第一军中去 还可以获得一套免费的新住房 那里有着充裕的食物 打开阀门就会自动流出来的井水 以及无需点火 就能让房间里热腾腾的暖气 他想要活下来 去边陲镇 见见教官所说的那些神奇之事 过来了 红衫忽然嘀喝一声 扣下扳机 借着枪口喷出的火光 艾特看到了黑暗中被照亮轮廓的敌人 六七个人正举着盾牌 缓缓向上爬行 他甚至能看到对方惊恐的面容 队长的射击尽管没有命中目标 却已经给他指明了方向 他瞄准一闪即逝的人影处 开火射击 子弹击打在木头盾牌上 发出一声闷响 一人顿时惨叫了 起来 接着是重物滚下楼梯的声响 剩下的人见行踪暴露 不顾一切地向出口奔来 红衫仍在装填弹药 洞将的双手影响了他的速度 艾特缩回身子 伸手摸向腰间的火药囊时 不由得心中一凉 囊中空空如也 他已经用完了所有的火药 按照平日的训练 这种时候就应该上刺刀了 他咬牙拔出刺刀 耗费好一阵 功夫才将套管固定在枪身上 还没来得及端平长枪 好在最前面的敌人 已经冲出了洞口 同山果断开枪 将其击倒在地 但第二个井跟上的敌人反手将 长剑刺入了队长的胸膛 艾特脑中一片空白 下意识地按照训练递出长枪 却扎在了对方的盾牌上 敌人一脚 把他踹翻在地 枪支也脱了手 要死在这里了吗 他的夜晚 理应难以分如此漆黑的东西 但这片阴影 实在离自己太近了 就像是一块塌落的夜幕 正急速朝自己坠来 随着轮廓越来越清晰 艾特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那竟是一只巨大的怪兽 他发誓 只有在噩梦里 才会见到这样恐怖的怪物 他张着血盆大口 喉颅比牛犊还大 宽阔的翅膀 几乎能把整个墙头覆盖起来 巨兽禁止砸在艾特身前 将爬出坑洞的敌人 直接压成了肉饼 噩噩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叫 第零四四七章 收割者艾特 被吓得无法动弹 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转过头颅 望向自己 灰褐色獠牙上 滴落的年夜 都能看得到 放心 我不会吃你的啊 怪物 忽然发出浑浊的人声 差点让艾特尖叫起来 妈呀 这东西居然会说话 更令他惊讶的 还在后面 一名女子 从怪物被捕月下 一步步走到铜山身边 让他翻过来摸索了一阵 这家伙还活着 麦西 送他去娜娜瓦那 哦 巨兽像是听懂了 他的话一般 抬起两只前 找一把抓住队长 再次振持飞起 强烈的气流 冲得艾特睁不开眼睛 等风雪绍兮 他半眯着眼望去 城头已空无一物 恍如刚才的一切 只是一场梦境 不 不是梦境 那名女子还在 城头上漆黑一片 他只能大致看到 对方的身影 周围 明明没有任何光源 他的瞳孔 却散发出诡异的精芒 如同夜幕中的星辰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援军 女子的回答 让他目瞪口呆 识 什么 艾特觉得 即使是梦境 也要比这个来得更真实 你是来帮我的 这是罗兰殿下的意思 他蹲下身 从压扁的尸体里 翻找出一把长剑 随手甩了甩 丝毫不顾及 上面粘着的血肉 艾特感到肚子里 有什么东西 在翻腾 他干呕了两声 但除了酸水外 什么都吐不出来 就在这时 城楼下再次传来吆喝声 显然刚才巨兽造成的动静 和骇人 嘶吼震慑住了敌人 不过也仅仅是震慑而已 他们看不到城头 发生的这惊人一幕 当动静平息 他们又开始蠢蠢欲动 你说的殿下 是边锤镇的王子殿下 他抹了抹嘴角 喘着气问 除了他以外 还有叫罗兰的人吗 黑发女子 又开始寻找 另一具尸体的武器 艾特干脆扭过头 不去看他的举动 可是边锤镇离这儿 有至少三天的路程 殿下怎么可能 这么快就知道 贵族叛乱了 艾特咽了口唾沫 还有刚才那只怪物是 那可不是怪物 而是拯救你们的女巫 他语气转朗 我也没空回答你的这些问题 安静地待在一边就好 没有了火枪的阻拦 这一次 敌人顺利登上了城头 火把摇曳的光芒再次亮起 只不过当他们发现 站在自己面前的 仅剩一个女人时 都不约儿童愣在原地 但很快 这种僵持 便被不怀好意的低笑声打破了 艾特自然明白 那笑声中所包含的意思 都给老子注意点 不要被这帮剑种鹰了 放心吧 老大 我们会帮你看着的 不过待会儿 等我玩完就是你们的了 嘿嘿 没问题 快 快退到我这儿来 艾特挣扎着 想从地上爬起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他目瞪口呆 只见一道荧光斩过 笑声戛然而止 回首的敌人 被常见一批为二 连盾牌和皮甲 都无法阻挡剑人分毫 他甚至没看清楚 女子是如何出手的 当两片尸体 喷着鲜血倒下时 所有人的笑容 都僵在了脸上 然而 这仅仅是开始 黑发女子向前踏出一步 挥一剑横扫 同样看不清 对方的动作 但艾特听到了 一连串血肉摩擦 和骨头折断的声音 剩下的三人 竟来不及做任何反应 便被剖开了腹部 肠子破肚而出 混合着血液 洒了一地 你 艾特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女子回头看了他一眼 却把你剩下的同伴 都召集到墙头上 待会儿会有人来接你们 说完 直接纵身跳下城墙 这里的城墙段 足足有三十尺高啊 他忍着浑身的疼痛 手忙脚乱地 爬到城墙边 向下探望 只见下方的人群 变成了一锅废水 女子横冲直撞 锁向披靡 手中的武器 上下翻飞 像是收割麦子一般 斩翻任何敢 站在他面前的人 半刻钟不到 敌人就崩溃了 他们从未见过 如此可怕的对手 以雪狼还要训捷 以灰熊还要强壮 没人可以在他的剑下 走过一回合 避不开也挡不下 贵族的部下 纷纷逃窜 围困 竟被一人解除了 他尾随溃散的人群追杀 留下一条鲜血之路 艾特一屁股 坐在地上 感到冷汗尽失了背脊 这就是女巫吗 但不管怎么样 他活下来了 要在城堡周围 被数十团篝火映照的通量 四大家族的人马 将这里围的水泄不通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 城堡第二层也被攻克 金银花家的 叛逆 现在已收缩至最顶层 相信正在忍受饥饿 和恐惧的双重煎熬 雅克 没得望着眼前 巍峨的领主城堡 心头感到了一丝火热 父亲死后 他千里迢迢地 从王都赶回领地 就是为了继承伯爵之位 而现在 自己有了一个 更进一步的机会 提费克陛下的密信里提到 若能为王都控制住长歌要塞 等到雪化之时 王都大军就会赶赴此地 好罚叛王罗兰 温布顿 只要可以彻底铲除叛王的势力 西境交给他管理 也不无可能 加上 瓜分金银花伯爵所获得的领地 届时他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爵 梅德公爵 多么美妙地称呼 而这座城堡 今后也会是自己的常驻地 伯爵大人 第六批进攻队退下来了 一名骑士走过来汇报道 他们说 对方的火枪声已经吸收了很多 是否换铁甲队上 雅克 没得点点头 你去安排吧 所谓的铁甲队 是一支专门针对火枪设置的队伍 一般由三四人组成 两人举着能遮蔽全身 由数层铁皮包裹木头制成的盾牌 缓缓推进 中间开有撂望槽和射击孔 可供乙方的火枪手 还击 为了多制造几块这样的盾牌 他忍痛拆掉了十来件骑士甲 当然后时的包铁盾 同样有着不易移动的弱点 在上下楼梯时 很容易成为对方的靶子 好在金银花坚持不了多久了 雅克在心里冷笑 尽管对方的反应快得有些出乎意料 在四大家族联军冲进要塞前 就已经将部分巡逻 士兵和骑士掉入城堡内 但终究不到百人 就算嗜好 也能把他们耗死 等四王子得知这个消息 恐怕也是好几天之后 如果把裴罗的脑袋 做成礼物送给罗兰 温布顿 不知道他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1048章 弹幕大人 城西码头区域似乎有些不对劲 负责封锁街道的青卫 忽然快步走到梅德伯爵身边 我听到那边有古怪的声音响起 接连派出了两对人手去探查情况 可他们一个人都没有回来 什么 雅克 梅德咒梅道 你不会是听错了吧 不 我听得很清晰 就像是一个人不断吸气出气的声音 呼吱呼吱这样 青卫还模拟了两下 不是流浪汉在打呼 这种天气 睡外面的人早冻死了 大人 青卫坚持道 而且 如果人打呼能发出这么响亮的打呼声 那至少得是个身高 接近城墙的巨人才行 伯爵盯着他看了半天 才转过头大喊道 倒砍绝世 大人 您叫我 一名胸前挂有枫叶家辉的贵族走了过来 带上你的青卫队 跟我的手下去检查一遍 城内码头 雅克 拍了拍他的肩膀 有什么消息 立刻向我汇报 呃 您能不能找别人 年轻贵族犹豫道 父亲叮嘱我 必须跟您一同进入城堡 去码头看一圈 要多久 这里还有得号呢 我觉笑道 就算金银花叛逆缴械投降 我也会在这等你的 那 好吧 看着两人离开 雅克的脸色冷了下来 什么玩意 以为派个儿子和我 一同进入城堡 就等于拥有同样的功劳吗 这算盘打得也太好了 陛下的密信里 可只提到了 我一个人 过了没多久 他隐约听到 西边响起了枪声 怎么回事 雅克顿时警惕起来 枫叶家长子 根本没有分到火枪啊 就在他打算 调自己的骑士 去查看情况时 先前汇报的轻卫 跌跌撞撞地 跑进了营地 啊 大人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叛王 叛王来了 他瞪大眼睛说道 有好几千人 他们正向城堡这边赶来 你是说罗兰 温布顿的队伍 雅克抬手 给了轻卫一巴掌 还好几千人 在营地里胡说八道的话 王室的旗帜啊 轻卫不敢躲闪 只好丹西跪下道 我想让道侃绝尸的护从 去抓两个人来问问情况 结果他们刚一冲过去 就 就 就怎么了 伯爵咬牙问 就被一阵密集的排枪打倒了 轻卫的表情 仿佛看到了极为可怕的事物 当时黑暗中 像是出现了无数朵火花 噼里啪啦的声音 几乎没有停下过 二十多个人 才刚冲出去不到摆布 就全部倒在了地上 连马都没有一匹能站着的 他吞了口口水 大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密集的射击 如果不是有千余人 他们 怎么可能瞬间就干掉了绝世的卫队 枫叶家的长子呢 已经 好了 我觉双脚发软地坐在椅子上 这怎么可能 他脑袋里乱成一团 算上消息来去的时间 昨天中午 四大家族开始行动 今天晚上 四王子就能赶到长哥 要赛 岂不是说 他只需一天 就能往返于两地 这个速度 就算是全程顺风的帆船 都不可能做到 而千人 更似于天方夜谭 能一口气运送这么多人 至少需要 一支庞大的船队 而来自边陲镇的情报显示 入冬前 他们连一艘船都没有 事情 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 越是如此 越要镇定 雅克 没得抹了抹额头上的汗 人数方面 应该是轻微胡扯的 他根本被对方的火枪骑射 吓破了胆 没有火把照明的情况下 谁知道黑漆漆的码头区 站着多少人 而且 火枪的射程 不过四十步左右 虽然威力惊人 但装填速度和命中率 都极为低下 就算他们 人人都配备了这种武器 从网城堡区的街道 最多也只能并排容纳下 二十多人 只要通知野强威家 和笨狼家 把骑士都集中到一起 等对方一轮射击后 立刻发动冲锋 其他拥兵和 侍卫队在一拥而上 说不定就能击败对手 毕竟在街巷里作战 可不比野外 火枪的装填时间太致命了 该死的 雅克 猛地拍了下 椅子扶手 朝侍卫长吩咐到 去把野强威伯爵 和笨狼家的子爵 请到这儿来 另外 我要所有拿着火枪的人 去堵住城堡区的入口 快去 反正火枪训练起来 比弓弩要快得多 先让这伙人 拖延对方前进的脚步 死掉几个也不心疼 必要时 骑士可以直接 从他们身上踩过去 可侍卫长带来的消息 却让伯爵愣在原地 他们两人已经带着手下 离开了营地 为了让培罗无处可逃 四大家族 各占据了城堡区一面 没想到 他们居然比自己 更快收到这个消息 此时 城堡区外 已经响起了成片的枪声 就跟亲卫之前汇报的一样 如同密集的古典声 即使在风雪交加的夜晚 也能听得很清楚 这群混蛋东西 雅克感到心中一片冰凉 他最后朝城堡望了一眼 不得不下令撤退 当然 仅仅是自己和亲卫队 至于仍留在城堡中的人 他已经无暇顾及了 冲出城堡区 伯爵才发现大事不妙 外面到处都是敌人的身影 任何试图越过封锁线的骑士 都会被毫不留情地击倒 他们手中的武器 就像不用装填一般 一口气能打上好几发 和提费科送来的火枪 完全不是一回事 现场一片混乱 除开最先逃离的道坎爵士 其他三家的人马 都被困在了此地 大人 我们该怎么办 把铁甲队叫来 他大吼道 我们跟在铁盾后面 一起朝一个方向冲 当好不容易凑来的 三支铁甲队 顶着盾牌缓缓前进时 其余其事也注意到了 这边的动静 几乎不约而同地跟了过来 如果这一次 还无法冲破对方的防线 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 逃离此地了 然而雅克 没得的算盘落空了 离对方还有摆布时 敌人的武器 喷出了耀眼的火光 理应能阻挡千万的盾牌 被扑面而来的子弹 打得千疮百孔 领在前排的举盾人 瞬间被击毙 飞剑的金属碎线 穿透一具具躯体 铁盾后方 扬起了一阵浓密的血雾 伯爵还来不及 喊出冲锋的命令 便被一轮骑射 直接打翻在地 第0449章 战局 罗兰走进一片狼藉的城堡 培罗和赫尔蒙伯爵 已经单膝跪在大厅中 迎接自己的到来 地上的尸体 已经全部被搬走 但血腥味依然挥之不去 到处可以看到 破碎的陈射和断裂的武器 他几乎能想象出 在争夺城堡的过程中 双方在此地 反复厮杀的场景 起来吧 罗兰走到他身前 弯腰握住了他的臂膀 是 培罗的声音有些哽咽 殿下 您终于来了 你们做得很好 他沉声道 四大家族 会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凶手必将被绳之以法 我没能替您守好长歌要塞 你已经尽力了 这不是你的错 罗兰叹了口气 培罗不是一个 能争善战的管理者 从之前的亲戚夺城 和这次的贵族叛乱 就可以看出来 他擅长经营领地 对 贸易十分精通 也善于捕捉机会 但不是一个全谋家 对战斗和阴谋并不在行 这次如果不是第二军 按照应急措施进驻城堡 恐怕他连两天的时间 都撑不住 但这并不意味着培罗 赫尔蒙不是一位好的管理者 如果他不善于征战 自己 就应该给他一片 无需征战的领地 相比能打的人才 罗兰更青睐于 拥有伤人头脑的运营者 此次 暴动我相信必有诱因 他环顾在场所有人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 敌人 妄图颠覆西境的秩序 从而谋取 不属于他们的利益 现场安静下来 无论是持枪 警戒的第一军士兵 还是裴罗身后 浑身带伤的骑士 都目光灼灼地 望向王子殿下 为此他们不惜犯下重罪 谋害贵族 杀戮人民 今日一战过后 不知道有多少领民 会失去家人 多少房屋会被洗劫一空 但最终 他们的阴谋也没能得逞 正是你们的不屈抵抗 才避免了要塞 陷入到更大的悲剧当中 你们的表现堪称英勇 你们的意志 值得称赞 骑士们 不知不觉把胸膛挺得更高了一些 不过战斗还没有结束 这些 叛逆者正在慌张逃窜 接下来是我们展开复仇的时刻 我发誓 无论敌人躲到哪里 都逃不过终将到来的审判 无论是在四大家族的领地 还是在王都 罗兰顿了顿 斩钉截铁地说道 而引发叛乱的罪魁祸首 也必然会受到制裁 你们的血 不会白流 殿下万岁 裴罗和赫尔蒙伯爵 再次跪了下去 殿下万岁 万岁 接着是幸存下来的骑士 和第二军战士 很快所有人都单膝跪地 上身立的笔直 右手 俯胸 其声高呼一个口号 罗兰殿下 万岁 安抚过在场的人员后 罗兰将陪罗 凡啊 布莱恩和铁府 招到城堡三层的书房 这里也是 唯一没有被侵入的地方 各项摆设基本完好 他知道 接下来好几天 自己很可能都要在这里度过了 首先是了解城内的战况 他望向铁府 后者立刻出列汇报道 四大家族占据的 北城门和东城门 已经被女巫夺回 现在第一军 正在希尔维小姐的引导下 倾脚城内的叛乱者 应该到明早就能恢复城内秩序 伤亡呢 已经得到了娜娜瓦小姐的救治 第二军方面呢 统计出来没有 还没有 但就目前所得知的消息来看 伤亡比较惨重 布莱恩犹豫了下 前往支援城墙的两支小队 被击溃 至今没有收拢起来 驻防城堡的武士人中 有十一人阵亡 而在城墙上巡逻的士兵 几乎无意存活 罗兰点点头 这一百来人 能坚持两天 也得益于这个时代的战争强度不高 特别是当敌人缺乏有效攻坚武器时 防守的一方 往往能占据较大的优势 如果不是对方 也使用了火器 靠着拥兵和轻卫队的血肉之躯 只怕很难攻破领主城堡 在设计之初 这座建筑就充分考虑到了防止迪袭这一点 想到这儿 他吩咐铁斧道 去拿几把叛军使用的火器 让我看看 对于这个时代新生的热兵器 柯兰心里颇为在意 虽然从血粉诞生起就知道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不过提费科的研发速度 着实让他惊讶 铁斧很快执行了命令 半课中后 极杆长短不一 形状各异的场管兵器 被士兵搬进了书房 看到实物后 罗兰很快明白了 对方为何能在如此短时间内 打造出这批武器的原因了 这些场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还不能被成为火枪 他们没有扳机 没有激发装置 仅仅是一截两端开孔的金属管 一端较深 用于装填火药和弹丸 末端留有一处针状小孔 以便点火 另一端较钳 插入竹竿或木棍后及时把守 从结构上来 它和火枪的原型 火门枪十分类似 这种原始火器装填过程 和碎发枪一样 但发射更为麻烦 需要枪手将木杆加于腋下 另一只手持明火点燃火药 碍于姿势所限 射击时连瞄准都做不到 只能大致指向正前方 但它依然是不折不扣的热兵器 抛开种种不变 它的发射原理和碎发枪完全一致 枪管 但碎与后来者也没什么不同 因此 威力远比公母要大 只要命中 骑士甲也挡不住他的一击 而且 这几样造型各异的火门枪 可以明显看到提废科 在改造上锁花的功夫 有些是铁皮卷制而成 碗身上还留有清晰的锤打痕迹 而有些大概是由熟铜胶筑 代表较为光滑 考虑到 这只是援助给四大家族的试验产品 提废科自用的火器 应该会更好一些 只不过 带好的火门枪仍然是火门枪 等到春季攻势发动时 面对装配了转轮步枪 栓动步枪和重击枪的西境军队 王都没有任何胜算可言 罗兰将目光移回到四人身上 从明天开始 第一军将逐个收复长歌要塞的郊外领地 任何抵抗的贵族可以就地击毙 我希望一周之后 整个西境将归于一统 遵命 殿下 四人齐生 硬道 第0450章 曾经的朋友 雷恩 梅德被困在麋鹿府邸的地下室里 已有半个月了 他本以为自己能够制止雅克 可没想到 对方居然会提前动手 这是今天的午餐 请慢用 长连管家萧恩将一盘绵乎乎的饭菜 递到牢笼边 看起来像是卖粥和菜叶的混合物 分量也只有八长大小 快放我出去 你这蠢货 雷恩将盘子掀翻在地 抓着栏杆大吼道 雅克也是个蠢货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现在放我出去 还来得紧 管家遗憾地摇了摇头 掏出手帕擦拭了两下弄脏的斜面 如果我是您的话 就不会把喂到嘴的粮食糟蹋掉 伯爵大人有过吩咐 为了让您省点力气 这个星期一天只送一顿食物 可爱死的 你没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雷恩破口大骂 这根本不是一顿饭的问题 不阻止雅克的话 他会毁掉麋鹿家的 看在我父亲的份上 快打开这扇牢笼 大概是后半句话起了作用 原本打算离开的管家停下了脚步 您的父亲 我想如果他还在世的话 恐怕会立刻把你逐出家门吧 他转过头 面无表情地望向雷恩 少爷 您似乎忘了杀死麋鹿伯爵的 正是四王子罗兰 温布顿 而金银花家不仅投靠了王子一边 还协助他来压制其余四大家族 此刻您的哥哥正在修正这个错误 可您却吓得魂不附体 就这样也能被当作一名骑士 我是不是明合格的骑士 根本不需要你来评判 雷恩愤怒道 这三年里 我在赫尔梅斯房县与邪兽厮杀时 雅克只会在王都享受他的风花雪月 你以为他现在出面攻击金银花家族 是因为勇气 别笑死人了 他只是被利益蒙蔽了眼睛 小恩叹了口气 就算您是雅克大人的弟弟 也应该保持最基本的尊重 毕竟他是一位伯爵 也是麋鹿家的家主 说完 管家不再理会雷恩 顺着阶梯 快步离开了地下室 当大门合上 弟弟又恢复了寂静 见鬼 麋鹿次子一拳狠狠砸在地板上 自从入冬以后 雅克拜访其他家族的次数 就越来越多起来 他开始并未太在意 毕竟自己对金银家族毫无兴趣 加上第一次被王子殿下俘虏时 雅克拒绝缴纳赎金 还是陪罗出手相助 才让自己从牢中脱身 两人关系更是降到了冰点 即使如此 梅恩也没打算和对方争夺家主之位 听到边陲镇计划建成的消息 他甚至考虑过 前往小镇向四王子效忠 正式成为一位守护骑士 但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一次迷路伏敌举办的私人宴会中 他听到了四大家族 准备联合对付长歌要塞的消息 当晚雷恩便冲进雅克的书房 向对方质问此事 却被后者极为不悦地轰了出去 思索一夜后 他打算先将这个消息告诉培罗 再带上巡逻队来阻止雅克 不料对方竟在早餐里动了手脚 当他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已身陷囚龙 之后 无论雷恩怎么咆哮和警告 都没能再见到雅克一面 每天他只能通过地下室一角的天窗明暗 来判断时间 唯一可以接触的人 便是雅克的贴身管家 呼噜 肚子里长长的鸣叫了一声 他这时才发现自己有些饿了 望了一眼地上散落的食物 雷恩撇过头 仰岛在身后的麦草堆上 还是睡觉吧 他心想 睡着的话 就不会觉得饿了 刚刚闭上眼睛 地下室里再次响起了脚步声 难道是 雅克来了 他猛地跃下草堆 贴到栏杆边 借助天窗射进来的微弱光芒 对方的身影小巧纤细 显然不是那位傲慢的伯爵大人 哥哥 你还好吗 当对方来到牢笼边 他才发现 来人居然是奥瑞丽安 尼璐家的三小姐 你怎么进来了 大哥不在 那些仆从管不住我 奥瑞丽安望了眼地上的麦粥 难以置信道 他们就给 你吃这个 显直太过分了 你等我会儿 我让厨房给你做些吃的 雅克不在府里了 听到妹妹前半句话 贝恩顿时心头一沉 连填饱肚子都顾不上了 他去哪里了 不知道 他是两天前离开的 奥瑞丽安摇摇头 还带走了家里大部分侍卫 不然我也没机会进入地下室 完了 贝恩心头一凉 两天未归 加上今天已是第三天 即使现在自己能出去 恐怕也为时已晚 哥哥 听说 大哥想对金银花家不利 是真的吗 奥瑞丽安面带忧色 裴罗大人 不会有事吧 对了 三妹一直很喜欢裴罗 赫尔蒙 自己也有一撮合过他们俩 但无奈那位朋友 似乎另外心有所属 不过现在想这些 都没用了 雷恩软软地靠着栏杆坐下 浑身一片无力 按照雅克 行事的风格 他一定不会放过赫尔蒙一家 接下来 整个西境 必然会面对王子殿下的雷霆幕火 雅克在王都待得太久了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将要面对 什么 雷恩闭上眼睛 脑中不由自主地回想起 进攻边锤阵的那一天 火焰在眼前绽放 雷鸣不绝于耳 冲在前面的骑士 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壁 盔甲在透明的箭矢面前 不堪一击 多年训练的技巧 魏容于耳战的勇气 在对方的武器面前 统统失去了作用 从那一刻起 他就再也生不出 与王子殿下为敌的念头 没有人可以战胜殿下的部队 至少凡人不行 若当四王子知道 要塞发生的这一切 再次洗脚来时 弥陆家就算获得再多利益 又有什么用 这一次 他恐怕不会再放过四大家族了 哥 你怎么了 奥瑞利安摇了摇他 可他一点动弹的意思都没有 弥陆家已经完蛋了 就在这时 隔着厚厚的天花板 雷恩听到了若隐若现的轰鸣声 接着地面微微颤抖 像是什么东西 狠狠砸进了府邸一般 是自己听错了 雷恩翻过身 却看到妹妹 露出了同样诧异的表情 接着又是一声沉闷的雷鸣 但这次要清晰了许多 随后短促的乒乓声 接连不断响起 头顶传来蒲丛慌张的喊叫 难道 是四王子的军队来了 雷恩不禁目瞪口呆 这怎么可能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奥瑞利安站起身 我出去看看 不要 雷恩一把抓住妹妹的手 哪儿也不要去 就在这等着 哎 听我的话 他咽了口唾沫 干涩地说道 外面 可能会有危险 轰鸣声 不一会儿便平息下来 过了约半刻钟 一队人马闯入了地下室 他们穿着统一的褐色制服 手中握着奇怪的长柄武器 雷恩一眼辨认出 来者正是王子殿下的部队 他一时万念俱灰 明知道殿下会进行报复 却没想到 来得如此之快 难道 这根本是四王子 自编自演的一场戏剧 你们是什么人 居然敢擅闯伯爵府 奥瑞利安起身呵斥到 队伍中走出一名高头壮汉 他的五官棱角分明 眉间带着 一股肃杀之气 看上去竟像是一名异族人 你就是麋鹿家的次子 雷恩 没得绝世 对方开口道 是 知道还不退下 你们想做什么 三昧语气有些发颤 但依然拦在了铁栏前 我就是雷恩 不要伤害他 他是无辜的 雷恩原以为自己 马上要看到难以忍受的一幕 却没想到 对方完全将奥瑞利安 荡成了空气 而且接下来的话语 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 我是第一军指挥铁府 罗兰殿下有过命令 刻意让我来找你 男子沉声道 他让我转告你 裴罗先生想要见你